現在國民黨內部在檢討說 副君子這樣會是國民黨的 所以其實這兩個為什麼反對 跟這個有沒有關係 我是一直跟國民黨打破 打破 副君子做總召貨 現在多少錢你知道嗎 在立法院裡面 他只要一口氣 一口氣下去 好 蝦兵蝦醬都來 要什麼方法來押手 全部都贏 涉及到跟憲法有關的 就是說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共識 這個就非常重要 在立法院你使得大家跟民眾黨就叫他通過之後 他現在就說來就好 這叫做生命 我們柯總召是跟他說 你這個叫做邏輯錯亂 當然是邏輯錯亂 連國民黨的講法是比較含蓄而已 國民黨的講法其實也是在講說 副君子的本身就是邏輯錯亂 新的法令他拼到要死 大家在立法院 你手也不看過要通過一個法論 說這樣來超過10萬人 就把你幹掉了 剛才只有這次 現在一個通過之後 國民黨人想的是說 你沒辦法 你就不用就我們 把你沖這個法都沖到過 沖到一些年輕人 把你幹掉了之後 兩者選舉不知道還有年輕人票嗎 現在是我聽到中南部人 我講坦白話 臺北市的比較少 中南部的地方議會的議員 國民黨的 大家都在罵 我們是怎麼算 副君子 我們是怎麼算 所以社會 終究會變得比較平靜 這個法例其實通過完以後 行政院你就10天裡面看 你要不要提副議 我相信行政院會提副議 提副議 人員比較多 人員比較多 當然副議 不會過 不會過 維持原案 總統尾也有公告 公告之後法律就已經通過了 通過當然接下來一定會釋憲 憲法徵修條文第四條第三條 第三條就說得很清楚 總統 你說立法委員可以得 聽取總統報告 例如我議員 你們想要聽總統 來做國情報告說可以 好 你就誤會 你就開始說 喔 徵修條文有這個 我立法委員得 得聽取總統的 你就開始修法 修到之後怎麼都強制 你就定期 議員會請報告要來 三萬三位請 你就要來報告 新上任的總統 不好意思 你這樣一個月 你就要快來 立法委員做國情報告 就是說 跟憲法的規定 就是說越來越 你會覺得我來規定 不是這樣 要來立法委員用 要來喔 我就規定你來 怎麼怎麼怎麼 一張全部都聽我立法委員 這個就社會會認為 是有點過分 不怪你立法委員形象 現在是最差的 要這麼衰 其實就不可以說全部 你知道嗎 有些燒A到那會變燒B 本來一個人 狂狂狂狂的 然後變兩個燒 所有的人形象都變差 為什麼大家都要表示國會 就很簡單啊 副軍旗 你現在說這麼多 你知道嗎 他講過 他要想想說 他沒有意識到後面國民黨會有這麼大的反彈 他的想法本來就想說 我們這樣就好了啦 我們這樣多大你知道嗎 多錢你知道嗎 叫總統來 他就要來 他就要聽我們了 然後再來 塞仔一人說 好啦 做認證給你啦 來喔 公公的以後要回答不回答 你怎麼有事啦 你肯定拌拌要走 都沒關係 國民黨也全部都很準確你 我副軍旗準確啦 我副軍旗我中招 結果不知道他講什麼 國民黨大陸都被嚇到你知道嗎 這個法律通過以後 來抗議的年輕朋友 你不覺得副軍旗在爭取了嗎 你不覺得國民黨跟民眾黨在爭取了嗎 你反對他就覺得 你就不用反對 他就沒有強制你來 法律就是在訂參考用的啦 法律參考用的 法律如果是變成參考用的 會變成怎麼樣 人民對法律失去了 尊重跟信心 這個國家會崩潰 尊重跟信心